大家好,我是Trisha,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早記舊將摩拉達,近日接受意大利《都林體育報》的採訪 他提到,之前效力的球隊早記和即將來到的歐洲聯準決賽的相關事情 他就這樣說,通常情況下,我都會支持西班牙球隊,但我不會反對早記 早記現在進入決賽的訓練非常強烈,他們要贏得比賽 並且將勝利獻級受傷的普巴 早記的DNA裏有戰鬥精神和勝利精神 加迪的絕平入球就是體現,決定性球員是誰?迪馬尼亞 我認為他是過去十年裏最被低估的冠軍球員 他是值得排入世界前五的現象級球員 華學域,受到許多批評,這是不公正的 這個賽季一直飽受著傷病困擾 這個情況可能發生在任何球員身上 他的能力是無容置疑的 這次是